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天明和刘士成亲一年之后 妻子刘士就怀上了孩子 这可怕赵天明给高兴坏了 每日里好食好喝的伺候着妻子刘士 生怕腹中的孩子出一点差错 十个月之后 孩子姑姑坠地 是个男孩 赵天明看着老 老赵家终于有后了 于是给这孩子取名叫赵德伟 赵德伟从小长大 唇红齿白 看上去跟女孩子一样秀气 不过因为赵天明是木匠的原因 所以赵德伟从小也是心灵手巧 会做一些简单的木工活 这一日 赵天明一家人在家中休息 突然有一个中年男子 走进了他们家的院门 这中年男子声称自己是镇上 刘元外家的管家 刘元外需要赵天明 给他们家做一批家具 围期一个月 说着 这管家掏出了一包银子 声称这是定金 赵天明看到这一包银子之后 当即有些心动 要知道这镇上的刘元外 是出了名的大方 但凡给的 我们家做活 刘元外都会除了之前 商量好的工钱之外 还会给一些赏银 因此好多人都愿意和刘元外打交道 就这样赵天明收下了这包银子之后 对管家说道 你就放心吧 一个月之内 我一定会把这些家具打好送过去的 就这样 赵天明每日忙忙碌碌的帮着刘元外打家具 皇天不负苦心人 二十天之后 赵天明终于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做完了 可是由于这些家具实在是太多了 赵天明一个人根本就送不到刘元外的家中 不过他又不想花钱雇人 所以便和妻子用板车一趟一趟的 往刘元外的家中送家具 当时正值冬天 天寒地冻 赵家庄距离镇上虽然不算太远 但是期间要翻过两座大山 要是平时倒也无事 只是现在刚下过一场雪 路面很滑 所以要走这山路十分危险 赵天明和妻子一前一后的 推着板车走在路上 有好几次都写些滑倒 正当他们把最后一些家具 送往刘元外家中之后 刘元外看着这些家具很是满意 于是便叫来了管家 把他们的工钱给劫了 然后又给了赵天明一些赏银 赵天明和妻子拿着这些银子 推着板车 一路上高高兴兴地往回走 可是就在他们回家的路上 突然之间天上又下起了大雪 赵天明本来想着天色 也不早了 要不就在正中的客栈住一宿 明天再回去吧 可是妻子却觉得 儿子赵德伟一个人 在家中恐怕会害怕 所以执意要趁着天黑之前赶到家中 赵天明拗不过妻子 于是推着板车 跟着妻子一起往家的方向赶去 可是走在半路上的时候 雪已经有了半尺之后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算是人空手走路 也是有些困难的 更何况他们俩还推着一辆板车 这使得他们前进的步伐 更加的艰难了 渐渐的天已经黑了 他们才翻过了一座大山 赵天明的妻子 担心儿子在家中害怕 于是一个劲地催促着赵天明赶紧回家 赵天明无奈之下 只好加快了步伐 可是就在他们下山的时候 突然之间脚下一滑 二人一个没留神 居然双双跌下了山沟之中 跌下山沟之后 妻子当场就因为受伤身亡了 而赵天明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他的腿被板车砸中了 现在剧痛无比 赵天明大声地呼喊着救命 可是这大晚上的 又下着这么大的雪 路上根本就没有一个人 就这样 到了第二天的清晨 早起赶路的人们发现了 已经被冻的昏迷的赵天明 和去世的妻子 乡里乡亲们都认识他们 于是赶紧叫来了几个青壮年 把这二人给抬回了家中 年幼的赵德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看着父母被乡亲们给抬了回来 对是有些害怕 于是呜呜地大哭了起来 不久之后 赵天明醒了过来 乡亲们告诉赵天明 刚才大夫来过来 替赵天明诊断了一番 发现他的腿也算是废了 本来就被砸伤了 又动了这么一晚上 以后就算是康复过来 也是一个脖子了 说的 赵天明并不关心自己的情况 他对乡亲们说道 那我的妻子呢 他有没有事 乡亲们听了赵天明的话之后 都纷纷低下了头 其中有一个年纪稍长的老人 对赵天明说道 哎 等到我们赶到那里的时候 发现你的妻子早已经去世了 你可要节哀顺变啊 孩子现在还这么小 你就算是不为自己 为了孩子也要好好的 千万不要太过伤心难过了 就这样 在乡里乡亲们的帮助之下 他们把赵天明的妻子给妥善安葬了 安葬完妻子之后 赵天明看着年幼的赵德伟 心如刀脚 说实话 他和妻子情真意切 平日里相处得十分融洽 现在妻子突然之间去世了 赵天明要不是为了儿子 都有可能跟着妻子一起 共赴皇权 半年之后 赵天明的伤也痒得差不多了 可是正如大夫所说 他的腿腿却没有办法彻底的康复 最终成为了一个脖子 此时的赵德伟也已经十岁了 这一天 赵天明对赵德伟说道 你现在也已经十岁了 在咱们当地 像你这么大的孩子 都已经成为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了 俗话说得好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从明天开始 我就教你木工手艺吧 就这样 赵天明开始日复一日地 教着赵德伟木工手艺 赵德伟很是聪明 学习手艺来事半功倍 虽然年纪小 但是已经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家具了 一转眼十年时间过去了 此时的赵德伟也已经娶妻生子 过得十分幸福 他们在镇上开了一个木匠铺 本来打算把赵天明 也接过去一起居住的 可是赵天明不愿意去镇上居住 因为他觉得乡下的一草一木 自己都非常的熟悉 可是到了城里之后 反而有些住不惯 赵德伟知道父亲的降脾气 因此也没有强求父亲 跟他们一起居住 只不过每个月的初十五 赵德伟都会去往乡下去 看望父亲 这一日 赵德伟回到家中 对父亲赵天明说道 父亲 你马上就要又添一个孙子了 我今日特意前来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您 让您也跟着高兴高兴 赵天明听了以后 眼神立刻亮了起来 自从儿媳妇生下一个闺女之后 好几年的时间 这肚子都没有动静 赵天明一直想要赵家 再添一个小孙子 这下好了 赵家又要天丁进口了 大概过了三四个月 赵天明突然从猎户赵大牛的手中 买来了一只野山鸡 他一下子就想到了 儿媳妇怀上了孩子 肯定需要补身体 于是就把这野山鸡 给儿媳妇送去了 在回来的路上 赵天明看到前面 有很多人围在那里 不知道干些什么 他一时心生好奇 于是便挤了进去 想要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挤进去之后 赵天明这才发现 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女子 头上插着一个草标 旁边躺着一个年轻的男子 据这个年轻女子声称 旁边这个男子是他的丈夫 二人家境贫寒 丈夫生了重病 却无前医治 最终去世了 可是去世之后 连一口棺材都买不起 女子声称 如果谁能出钱 帮助他安葬了丈夫 他就给那人为 奴未必在所不惜 赵天明看着这年轻女子 觉得他太过可怜了 于是便掏出了 随身携带的银子 递给那年轻女子 说道 我不图你回报什么 你把这些钱拿着 给你丈夫买口棺材 好好地给他安葬了吧 说完之后 赵天明打算转身就走 可是那年轻女子 却跟了过来 对赵天明说道 无功不受禄 您这么白白的 给我这些银子 我就算拿了 心中也会不安的 您把您的家庭住址 告诉我吧 等我安葬完丈夫之后 一定会登门感谢的 赵天明本来不愿意 给这年轻女子 透露这些消息的 可是年轻女子 却不依不饶 赵天明只好告诉 这年轻女子自己 住在城北的赵家庄内 就这样 赵天明回到了家中 此事对于他来说 只是一个生活中的小插曲而已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一个月之后 儿子李德伟 从镇上来到了家中 看望赵天明 父子二人正吃着饭呢 突然之间 从外面走进来了一个 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子 赵天明一看到这女子 就知道他是之前自己 在镇上遇到的那人 于是赵天明赶紧走出屋去 对这女子说道 那天帮您紧紧出于举手之牢 你何必非要登门感谢呢 快点进屋来吧 我们正在吃饭呢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也吃炖便饭吧 女子听了以后也不客气 走进了屋子坐在 到了饭桌之上 在吃饭的时候 赵天明这才知道这女子的名字 叫周小蕊 嫁给丈夫三年时间 丈夫就因病去世了 周小蕊没有其他的亲人 就连家中的房子 也被丈夫的叔叔和婶婶给霸占了 一时直接他无处可去 赵天明听到周小蕊的遭遇之后 对周小蕊说道 我老伴去世的早 现在儿子和儿媳 也搬到镇上去住了 家中还有空房 你如果实在无处可去的话 就住在我家吧 等到你找好了去处之后 再做打算 周小蕊听了以后 感动得热泪盈眶 对赵天明一直说着谢谢 就这样 周小蕊在赵天明的家中住了下来 由于他很会做饭 擅长收拾家务 所以家中上下 每天都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半年时间之后 赵天明居然被周小蕊的饭菜 给照顾的胖了一圈 赵德伟看到父亲这个样子 心中有了自己的打算 这一天 他趁着周小蕊 去外面买东西 对父亲赵天明说道 自从母亲去世之后 咱们家只有咱们两个 大老爷们们生活着 家中脏得不成样子 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女子 倒是让咱们家中 焕然一新了 您看看 仅仅半年时间 您都胖了一大圈了 我看这女子不错 她老是住在咱们家 没名没分的 也不太像话 要不然就让她嫁给您算了 赵天明听了以后 老脸一红 然后对赵德伟说道 臭 小子 竟跟老爹开玩笑 人家虽然死了丈夫 但是年轻漂亮 我一个糟老头子 跟人家怎么能合适呢 赵德伟此时 哈哈大笑了起来 对赵天明说道 我并没有开您的玩笑呀 那女子虽然年轻貌美 但是却无处可惧 我觉得不如问一问她 若是她愿意的话 自然是好事一桩 若是不愿意 那也没什么损失 赵天明听了以后 觉得赵德伟说的有些道理 说实话 自从妻子去世之后 她的生活索然无畏 可是这周小蕊来了以后 给她的生活添了几分色彩来 赵天明说不喜欢周小蕊 那只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配不上人家而已 现在听到儿子这么说 于是便下定决心 准备找个机会 好好问一问周小蕊的想法 赵德伟走了以后 赵天明每次看到周小蕊 都一言又止 终于有一天 赵天明终于鼓足了勇气 给周小蕊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周小蕊听了以后 沉默了良久 然后对赵天明说道 赵大哥 您是一个大好人 自从我丈夫去世之后 您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了 虽然我们二人年龄相差悬殊 但是我觉得年龄并不是什么问题 我愿意嫁给您 做您的妻子 此言一出 赵天明可高兴坏了 他连忙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儿子和儿媳 儿子儿媳听说之后 也替父亲感到高兴 他们也并非不开明的人 赵天明早年丧妻 孤苦伶仃地过了小半辈子 现在赵德伟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以后对赵天明肯定有照顾不周的地方 现在有了周小蕊 那么赵天明到晚年也不会太过凄惨 就这样 赵天明和周小蕊简单地操办了一下 就这样成亲了 成亲之后 周小蕊把赵天明给照顾得更加好了 赵德伟每次回家看望父亲的时候 都看到赵天明满心欢喜的 这使得赵德伟放心了不少 这一日 父亲的一个老朋友 邀请他去参加孙子的满月宴 由于这老朋友离赵家庄非常远 所以赵天明在半个月前就出发了 赵天明在出发之前 对儿子赵德伟说道 我这一去可能要一个月 你继母年轻貌美 一个人在家中可能不安全 你时不时地回家看看 要是遇到什么事 你也好帮着照顾一下 赵德伟答应了父亲赵天明的嘱咐 赵天明这才坐着马车 骑程上路了 自从父亲赵天明走了之后 赵德伟隔三差五回到老家 看一看周小蕊 等到下午的时候 再回到镇子上 这一日 赵德伟又像往常一样 来到了乡下老家 周小蕊非常热情地 给赵德伟做了一些好饭好菜 赵德伟吃饱喝足之后 就对继母告辞离开了 走到半路的时候 天已经蒙蒙黑了 赵德伟突然想起自己的妻子 买了一个浴镯子 让自己带给继母周小蕊 自己回去之后 却把这茶给忘记了 一想到回去以后 妻子一定会说自己办事不利 赵德伟就转身原路返回 准备把这只浴镯子 给周小蕊送过去 大概过了半个时辰 赵德伟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此时天已经彻底地黑了 赵德伟看到屋子中还亮着光 于是准备敲门进去 可是他发现院子的门居然虚掩着 赵德伟还在小声地嘟囔着 继母 真是不小心啊 这么晚了居然连门都不关 赵德伟一边说 一边朝着周小蕊的屋子里走去 可是临近屋外的时候 赵德伟突然听到男女嬉笑的声音 赵德伟不敢耽搁 赶紧捏手捏脚地走到房门口 用手指捅了一个窟窿眼 往里边查看动静 只见这周小蕊坐在一个男子的身上 举止暧昧 行为非常不检点 而这男子赵德伟也是认识的 他就是当地镇上的无赖二狗 这二狗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 但是平日里竟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 赵德伟怎么也没想到 周小蕊居然和二狗掺和在了一起 愤怒之下 赵德伟随手抄起了放在屋外的一把短刀 用力踢开了门 房中的周小蕊和二狗看到赵德伟拿着刀虎视 单单地看着二人的时候 心中非常的慌乱 而此时的二狗突然直接推开了周小蕊说道 德伟 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 都是这个娘们勾引 我的 我现在就走 我现在就走 可是此时 赵德伟却拦住了二狗 对他说道 就这么走了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 二狗看着赵德伟愤怒的眼神 对赵德伟说道 德伟 今天这事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根据咱们朝廷的律法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你可千万不要做违法乱计的事 可是赵德伟听了二狗的话之后 却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道 我当然知道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了 但是我也知道咱们朝廷的律法还有一条 那就是未经主人允许 私闯民宅者 以强盗之罪论处 你知道什么是强盗之罪吗 那就是我现在把你杀了 县太爷都不会说什么的 就在这时 赵德伟拿着短刀 一步一步的逼近了二狗 二狗此时吓得浑身发软 一个劲的求饶着 可是赵德伟却面色冷酷的说道 做错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是邪 你要是真心悔过的话 就下辈子做个好人吧 说完之后 赵德伟拿着刀子捅在了二狗的身上 二狗怎么也没有想到 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赵德伟居然还敢杀人 直到二狗断气之后 赵德伟又转过身来对周小蕊说道 你仗着我父亲喜欢你 居然这么猥琐一为 今日之事 我是不会说出去的 毕竟这对我父亲的名声也不好 但是二狗被杀的事 你要 要在县太爷面前为我作证 就说他入室抢劫 所以被我给杀害了 周小蕊被赵德伟的这副样子吓得呆住了 听到赵德伟这么说 连忙点头 如捣算似的说道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按照你的吩咐说的 只要你不伤害我就行了 就这样 第二天 周小蕊和赵德伟都声称二狗入室抢劫 所以被杀 本来此事一点重重 可是县太爷知道二狗平日里偷鸡摸狗 胡作非为的 所以对这种人十分的痛恨 因此 也就把这桩案子很快的给了结了 半个月之后 赵天明回到了家中 周小蕊看到赵天明之后 面露难色的对赵天明说道 你离开的这段时 时间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们还是合理吧 我想要去远方投奔我的亲戚 赵天明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仅仅离开了一个月 周小蕊对自己的态度居然有如此巨大的转变 但是他也不是那种强人所难的人 听说周小蕊这么说 虽然心中非常不舍 但是他也选择了和周小蕊合理 周小蕊走了之后 赵天明仿佛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一半 赵德伟看到父亲这个样子 很是心疼 于是便对父亲说道 爹 您的那两个孙子每天都嚷嚷着要见你 要不您还是搬到镇中和我们一起居住吧 顺便帮着我哄哄孙子 这样的话 我们夫妻二人也能清闲一点 赵天明听了以后 塌了一口气 对赵德伟说道 好 那我就跟着你们搬去城里居住吧 从此以后 赵德伟把赵天明给接到了自己的身边居住 赵天明平日里过得十分的悠闲 除了帮着照顾照顾两个孙子之外 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两个孙子也极其的懂事 每天围在赵天明的身边 让赵天明给他们讲故事 赵天明看着这两个乖巧的孙子 觉得幸福极了 在赵德伟和妻子的照顾之下 赵天明一直活到了九十三岁 这才手中挣钱了 话说古时徐州有一个木匠 姓赵 此人年过四旬 相貌堂堂 木工手艺更是远近闻名 赵木匠的妻子李氏和他乃是青梅竹马 二人成亲数十年 李氏为赵木匠生了三个女儿 虽说这三个女儿容貌美丽 落落大方 可是赵木匠心中还是希望妻子 给他再生一个儿子 将来传宗接代 这一年许久未曾怀孕的李氏 突然又怀孕了 这下可把赵木匠给高兴坏了 要知道李氏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能够再次怀孕实属难得 当下赵木匠也没心思做生意了 尽可能的留在家中陪着李氏 生怕出一点闪失 一转眼十个月过去了 赵木匠早早的就把吻婆请到了家中 这个天一大早 李氏刚刚起床 就感觉到肚子疼痛 赵木匠赶紧叫来了偏房中的吻婆 吻婆走过来一看 李氏确实是要生了一世 他赶紧和李氏一起进了产房 赵木匠站在院子中 从早上等到了下午 可是屋内出了李氏的哀嚎声 没有半点动静 突然 吻婆从房内走了出来 李氏年纪大了 这一胎恐怕难产 若是有什么意外的话 该保大还是该保小 赵木匠和李氏平日情投意合 他犹豫了一下 对吻婆说道 一定要保老大一定要让我的妻子平安无事 吻婆走进屋去 片刻之后又走了出来 他对赵木匠说道 赵大兄弟 你的妻子一听说要保大 十分不配合 他说他这辈子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给你生个儿子 若是腹中的孩子有什么闪失 他也不想活了 赵木匠听了以后心如刀绞 沉默片刻之后流下了泪来 他对吻婆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保小吧 就这样 不久之后 吻婆抱着一个婴儿走出了屋 赵木匠问都没问婴儿是男是女 就急急忙忙的跑进产房去看妻子去了 看着妻子奄奄一息的样子 赵木匠十分难过 妻子此时去笑着对赵木匠说道 刚才生出来的孩子是个男孩 我终于为你生了一个儿子 现在就算是死 我也死而无憾了 最终赵木匠的妻子抛下了赵木匠和四个孩子 离开了人世 赵木匠忍着伤痛 把妻子给妥善安葬了 安葬完妻子之后 赵木匠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娘 照顾着刚出生的儿子 他给这孩子取名叫赵天宝 由于赵天宝刚出生就没了母亲 也没有吃过母亲的一口奶 所以体型又瘦又小 赵木匠看到儿子这个样子非常心疼 不过索性的是 赵木匠的三个女儿此时已经长大懂事了 就连最小的三女儿都已经十岁了 三个女儿 女儿看着父亲每日忙活 也想为父亲分担 赵木匠的二女儿赵木匠非常聪明 他每日上山割草 送到邻居李阿婆家中 李阿婆家有一只羊 这只羊刚生了小羊羔 李阿婆为了感谢赵木匠每日给母羊割草 因此李阿婆每日给赵木匠挤一些羊奶 赵木匠把这些羊奶带回去给弟弟赵天宝 弟弟的身体也慢慢的强壮起来 在赵木匠和三个女儿齐心协力的抚养之下 赵天宝终于长到了十岁 此时赵木匠的三个女儿都先后嫁人了 家中只剩下赵木匠和儿子赵天宝 俗话说得好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自从三个姐姐出 出嫁之后 赵天宝便学着洗衣做饭 收拾家务 赵木匠每天从木匠托回家之时 赵天宝就已经把饭菜给做好了 看着儿子如此懂事 赵木匠心里觉得十分欣慰 这一日天上下着大雨 赵木匠没有去木匠铺干活 而是留在家中陪着儿子 他看到赵天宝对他的木匠工具很感兴趣 于是突发奇想 对赵天宝说道 儿子你现在已经十岁了 你爹我没本事 没钱供你读书习字 不过我前段时间一直考虑着 让你学一门手艺 我看你对我的木匠工具感兴趣 你想不想跟爹一起做木工呢 赵天宝听了以后 放下了手中的木匠工具 对赵木匠说 道爹 我当然愿意了 一直以来 我看到你做出那么好看的家具 一直都非常羡慕 我也希望成为一个木匠 将来能做出比爹更好的家具 赵木匠怎么也没想到 儿子赵天宝居然对木匠如此感兴趣 就这样 从那天开始 赵木匠就让赵天宝跟着自己学习木工手艺 赵天宝小小年纪 脑子豪齿 动手能力很强 赵木匠家儿子如此有天赋 便对他更加严格要求了起来 俗话说得好 名师出高徒 在赵木匠的精心教导之下 赵天宝进步神速 赵天宝找到 十五六岁的时候 他的木工手艺已经高出父亲赵木匠一大截了 此时赵天宝的名声已经完全压过了赵木匠 赵木匠看着自己的儿子如此有出息 心里非常欣慰 这一日当地的王媒婆来到了赵家 他对赵木匠和赵天宝说道 现在的天宝可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 有很多士灵的女子都想要嫁给天宝为妻 我今日前来就是为天宝说亲的 咱们镇上有一个刘才凤 他家的小女儿刘思思比天宝小一岁 模样长得非常漂亮 性格也是温文尔雅 我觉得和咱们天宝正合适 赵木匠听了以后 当下也来了兴趣 毕竟自己的儿子赵天宝也老大不小了 是时候考虑婚姻大事了 于是在王媒婆的撮合之下 赵天宝 宝和刘才凤的女儿刘思思见面了 两方见面之后都对对方很有好感 赵木匠看着儿子如此喜欢刘思思 也没有什么意义 就这样两方顶亲了 一年之后 赵天宝和刘思思结为了夫妻 由于赵天宝此时的木工手艺非常好 所以他和刘思思一起搬到了镇上居住 在镇上开了一家木匠铺 生意相当红火 赵木匠一个人在老家独自生活着 他经常想起自己的妻子 想起自己的三个女儿未出嫁之时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 还想起赵天宝幼年之时 每当想起这些的时候 赵木匠都觉得自己非常孤独 他想让赵天宝经常回家看看自己 可是又觉得赵天宝现在已经取机 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 作为父亲 实在是不应该给儿子添乱 这一日 赵木匠在家中休息 突然听到外面有敲门的声音 赵木匠赶紧起身开门 只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 非常狼狈地站在外面 他对赵木匠说道 不知道您这里有没有吃的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求求您给口饭吃吧 赵木匠看着这个女子 虽然衣着破旧 但是气质不俗 于是把女子请进了家 给她准备了一些饭菜 女子端起碗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吃饱喝足之后 女子站起身来 对赵木匠身居一躬 表示感谢 女子告诉 赵木匠自己名叫彩霞 家中糟了难 死得只剩下自己了 赵木匠听了以后心生同情 于是对彩霞说道 你现在无处可去 不如先咱住在这里吧 我的儿子成亲了 搬到镇上去了 家里还有空房 彩霞一听这话 突然跪了下来 对赵木匠说道 您愿意收留我 我肯定是感激不尽的 您放心吧 我会做家务 习做饭更是不在话下 我绝对不会留在这里 吃白时的 就这样 彩霞留在了赵木匠的家中 几天之后 赵天宝回家看望 赵木匠看到彩霞之后 心生疑惑 赵木匠给他解释了 事情的前因后果 赵天宝也不是斤斤计较之人 也没有把此事当回事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着 赵木匠在与彩霞的相处过程中 对彩霞产生了感情 可是他一想到彩霞今年才二十几岁 自己比彩霞大那么多 又觉得十分不合适 这天 赵木匠和彩霞一起上山砍柴 二人在闲聊的时候 彩霞对赵木匠说道 我的家中遭了大难 家人全都死光了 我本来以为自己也将冻死 饿死 可是没想到居然遇到了你 你是一个大好人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愿意嫁与你为妻 一辈子照顾你 赵木匠听了以后颇为心动 不过考虑了一下 二人的年龄差距 还是拒绝了彩霞 此时的彩霞却呜呜大哭了起来 他对赵木匠说道 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子 如果你不愿意娶我的话 我住在你的家中 名不正言不顺 迟早会惹来非议 既然这样 我过些天就搬走好了 赵木匠看到彩霞哭得如此伤心 于是对彩霞说道 你先别哭了 要不这样吧 等过几天 我儿子赵天宝回来了 我和他商量一下 毕竟这也算是一个大事 总得让我的儿子知晓 就这样 几天之后 赵天宝照理来看赵木匠 吃饭的时候 赵木匠把此事告诉了赵天宝 赵天宝听了以后有些吃惊 毕竟彩霞只有二十几岁 虽然温良娴熟 但是毕竟和自己的父亲年龄相差太大 此时彩霞温声细语地对赵天宝说道 天宝 你就放心吧 我愿意嫁给你的父亲 你平日里在镇上忙生意 闲暇之余 还要来乡下看望父亲 如果有我照顾你父亲的话 你也不用时不时地往家跑了 这样的话 你也能多陪陪你的妻子和孩子 赵天宝一听 心里想着 虽然父亲比彩霞大上不少 但是彩霞都不介意 自己又有什么好阻止的呢 于是赵天宝就把此事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赵木匠和彩霞在半年之后成亲了 当地的乡里乡亲们看到赵木匠 娶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 说什么的都有 有的人说赵木匠好福气 人尽中年 居然还能娶得如此娇妻 也有的人说 这女子如此年轻 居然愿意嫁给赵木匠这么一个糟老头子 肯定是为了图点什么 对于当地乡里乡亲们的流言蜚语 赵木匠并不在意 他和妻子彩霞举案齐眉 相敬如宾 过得比小夫妻还要快乐 赵天宝刚开始的时候 还有些不放心父亲 隔三差五的回家 看望父亲过得好不好 可是过了段时间后 赵天宝发现彩霞把父亲照顾得很好 所以后来也不怎么往家跑了 过年的时候 赵天宝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老家 可是此次回去 赵天宝发现父亲整整瘦了一大圈 他连忙询问彩霞 父亲为什么会如此瘦弱 彩霞对赵 天宝说道 你父亲年底的时候找了两场风寒 不过索性现在已经大好了 等明年我给你父亲好好补一补 定能让你父亲恢复如初的 赵天宝听了以后点了点头 虽然心中有些不快 但是也没有说什么 过完年后 赵天宝带着妻子和孩子又返回了镇上 继续经营着他的木匠铺 这一年 赵天宝的妻子又给他怀上了孩子 这样一来 赵天宝一边要经营着木匠铺 一边要照顾怀孕的妻子 因此也没有时间经常去乡下看望老父亲 十个月后 赵天宝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赵天宝十分高兴 抱着儿子亲个不停 而就在 这时 乡下的赵大牛找上门来 他对赵天宝说道 天宝呀 你赶快带着妻子和孩子带我回去 你的父亲去世了 赵天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如同五雷轰顶一般 他怎么也没想到父亲居然会突然去世 由于妻子刚生完孩子 行动不便 于是赵天宝便带着大儿子回到了老家 回到家后 赵天宝看着父亲的尸体不禁潸然泪下 他跪在父亲的身边 一个劲儿的道歉 赵天宝觉得自己这段时间只顾着木匠铺的生意和怀孕的妻子 丝毫没有关心父亲的身体状况 如果他对父亲多一点关心的话 父亲也不会就这么突然去世 赵天宝抱着父亲的尸体哭 了好一会儿之后 站起了身来 对彩霞说道 我父亲是因何去世的 此时彩霞两眼红肿 对赵天宝说道 去年年底的时候 夫君的身体就不好 夫君怕你担心 所以让我别告诉你 后来我打算告诉你的时候 你的妻子又怀上了孩子 夫君更加不让我告诉你了 就这样拖了大半年的时间 夫君就因病去世了 赵天宝听了以后更加难过 乡里乡亲们纷纷劝说赵天宝 人死不能复生 要节哀顺便 赵天宝忍着伤痛给父亲料理完丧事 自从赵木匠去世之后 当地的人们都说 彩霞和赵木匠结婚不到两年 赵木匠就去世了 肯定是克服之命 况且他来路不明 实在是不应该住在赵家了 赵天宝看着彩霞楚楚可怜的样子 当下也是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便安慰彩霞说道 你是我父亲的妻子 虽然我父亲去世了 但是你还是可以住在这里的 你不要管其他人的流言蜚语 我也会时不时来乡下看望你的 就这样 彩霞继续住在了赵家老宅 而赵天宝也遵守承诺 每隔十天半个月来此地看望彩霞 给他带一些生活用品 这一日 当地的赵大牛成亲 赵天宝来参加婚礼 一切结束之后 天色已晚 赵天宝想着自己也很长时间 没有看看继母了 正好 赵大牛家离自己家不远 于是赵天宝辞别了赵大牛之后 就往家的方向赶去 到家之后 天已经黑了 赵天宝看着院子里 房间中的灯还亮着 心想记母彩霞 现在肯定还没睡 于是咚咚咚地敲起了门 许久之后 彩霞从门里走了出来 来到了院子 为赵天宝开门 见到赵天宝之后 彩霞有些张慌失措 他询问赵天宝 这么晚了 怎么会突然前来呢 赵天宝对彩霞说道 今天大牛成亲 我顺道回来看看 特意给你带了一些东西 说着 赵天宝拿出了包裹 递给彩霞 彩霞接过包裹之后 神色复杂地 对赵天宝说了一声谢谢 但是并没有请赵天宝 进屋的意思 他对赵天宝说道 现在天色已晚 你还是先回镇上吧 要不然被邻里邻居们看到了 又该说闲话了 赵天宝想了想之后 觉得彩霞说的也有道理 于是辞别了彩霞离开了 彩霞看着赵天宝离去的背影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关上了门 回了礼屋 赵天宝走出去很远之后 停下了脚步 他觉得彩霞今天很反常 自己也不是晚上没有来过 彩霞每次都会把他请进屋 并拿出吃的 喝的招待的 可是今日居然连门都不让自己进 正所谓是出无常必有妖 赵天宝一想到这 转身又折返了回去 来到了自家围墙之下 抓住旁边的大槐树 借着大槐树的树叉 跳入了自家的院子之中 刚靠近继母住的屋子 赵天宝就发现里面 传来了嬉笑的声音 赵天宝心声好奇 这么晚了 彩霞究竟和谁在这里嬉笑呢 赵天宝小心翼翼的 把房中的窗户捅破了 朝里面望去 只见自己的继母彩霞 和当地的无赖二狗举止暧昧 有说有笑 只见那二狗一边抱着彩霞 一边得意洋洋地说道 赵木匠 那个老不死的 居然老牛吃嫩草 也不看自己是不是无福消瘦 像你这么美丽的女子 嫁给他这么一个糟老头子 真是太委屈了 彩霞此事称怪之说道 你还好意思说 那赵木匠虽然年纪大了点 可是家底丰厚 你非让我下毒毒死的 现在好了 乡里乡亲们都说我克服 你又不给我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分 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听你的 赵天宝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一直以为 父亲是因病去世的 可是今天听了彩霞和二狗的对话之后 才发现 父亲居然是被彩霞给毒死的 愤怒之下 赵天宝狠狠地踹开了房门 二狗和彩霞 见此情景都吓得不知所措 二狗身材瘦小 看到人高马大的赵天宝 当即有些怂了 他颤着声音对赵天宝说道 天宝 你听我说 都是这娘们勾引我 跟我一点关 关系都没有呀 而且他还吓毒害死了你的父亲 你一定要好好惩罚 惩罚这个恶毒的娘们 说完之后 二狗猫着身子就准备开溜 赵天宝抓紧二狗的衣服 把他提了起来 然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二狗被摔得七昏八素 一时之间哀号不已 赵天宝又走向了彩霞 他十分失望地对彩霞说道 当初我父亲看你可怜 好心收留了你 你却要嫁给我父亲 我父亲本不同意 觉得你们二人年龄相差太大 可是你却苦苦哀求 嫁给我父亲之后 我父亲一门心思对你好 可是你居然下毒 毒死了他 真是罪毒妇人心 彩霞此时对赵天宝跪了 下来说道 天宝 你听我说 都是这个无赖二狗 他一直纠缠着我 就连下毒的毒药 都是他给我的 他才是罪魁祸首 是做勇者 赵天宝看着这二人这副模样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说道 我是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 明天一早 我就将你们送交官府 谁是谁妃 自有献太爷定夺 就这样 第二天一大早 赵天宝把二狗和彩霞 一起送往了公堂 献太爷一番调查之下 查出是二狗买来毒药 给了彩霞 彩霞把这些毒药放入饭中 这才是赵木匠中毒身亡的 献太爷是一个公正联名的大清官 事情水落石出之后 他立刻将这二人打入 打捞判决 彩霞秋后问斩 二狗充军流放 赵天宝回到家中之后 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蹲下身子 语重心长地对两个孩子说道 你们以后长大了 就算拥有了自己的家庭 也要关爱老人 不要像爹一样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啊 话说古时柳州城外有一个大财主 名叫王继夜 此人家大也大 在柳州城内可谓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王继夜有一个儿子名叫王伯宇 此人因为是王继夜唯一的毒生子 所以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娇生惯养 锦衣玉食 王伯宇稍稍大一点的时候 王继夜请了城中的娇叔先生教他读书 可是他每次都会把教书先生给捉弄得再也不敢来了 久而久之 王伯宇不爱学习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柳州城 王继夜看着儿子如此的不喜欢学习 虽然有些无奈 但是他觉得自己家大也大 只要王伯宇不胡作非为 那么自己可以护他一辈子一事无忧 随着王伯宇年纪越来越大 王继夜看到儿子也老大不小了 于是给他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妻子 这妻子的名字叫林月瑶 林月瑶的父亲乃是城中数一数二的富商林园外 有五个儿子 直至五十岁的时候才生下这么一个宝贝闺女 可谓是从小到大被几个哥哥们捧着 没受过一点苦 林园外看到王继夜加大也大 和自家旗鼓相当 再加上王伯宇乃是王继夜唯一的儿子 所以也就答应了这门婚事 就这样 在半年之后 柳州城的这两家富商终于结为了亲家 成亲 之后 王伯宇和林月瑶 倒是过了一段时间恩爱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 还没过半年呢 王伯宇的顽固子弟习性又展现了出来 他整日离外出玩耍不归 或者留宿在酒楼之中 或者流连于烟花之地 每次总要等到身上的钱都花完了 这才回家 王继夜看到儿子王伯宇如此的不成器 放着家中如此美貌的妻子不要 每天去青楼之中找一些狐媚的女子 可是每次王继夜准备下定决心狠狠地 揍一顿王伯宇的时候 林月瑶总是拦自王伯宇的面前 对公公说道 父亲 您不要这样责打夫君 都是我不好 我总是惹夫君生气 夫君心情不 好 这才外出散心 你要打就打我吧 王继夜看到如此乖巧懂事的儿媳 觉得更加的惭愧 可是王伯宇却不以为然 他觉得妻子林月瑶实在是寡淡无畏 即使林月每天都对自己很好 但他还是喜欢出去寻花问柳 慢慢的王伯宇迷上了赌博 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小打小闹的赌 到后来他越赌越大 城中的人知道他是王老爷的儿子 也就任凭他社长 这一日王继夜还在家中休息呢 突然听到下人说有几个标形大汉来到了府上 王继夜赶紧跑出去查看情况 只见为首的一个大汉对王继夜说道 王老爷今日冒昧前来实在是不好意思 不过令公子欠我们赌场的钱 还请王老爷给还一下 说完之后此人便拿出了一答借据 王继夜接过借据之后气得满脸通红 他没有想到儿子王伯宇在赌场之中 把王家所有的东西都给输光了 就在此时为首的那个标形大汉又说道 王老爷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你可不要赖张啊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去报官 相信县太爷一定会秉公执法的 这么多的钱 就算判得一个斩首示众也不为过 王继夜听了那大汉的话之后 吻了吻神 他对那标形大汉说道 你放心吧 我儿子欠你们的钱 我会尽快给你 闷的 少说三五天 多则半个月 我会派人过去把家中的房契 地契 田产 店铺都交给你们的 那标形大汉听完之后 对王继夜一拱手 说道 王老爷的话我们还是相信的 那我们这就回去 等待您把东西都叫过来 说完之后 这几个人就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王家的大门 就在他们出门之后 王继夜终于忍不住吐了一口黑血 然后就此晕了过去 等到王继夜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的儿子王伯宇和儿媳林月瑶都站在跟前 看到儿子王伯宇之后 王继夜气不打一出来 支撑着身体靠近王伯宇 一巴掌打在了王伯宇的脸上 这一巴掌打得极重 王伯宇的脸上顿时多了五个血手印 不过王伯宇也没有敢哼一声 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错 父亲不杀了自己 已经算是仁慈了 看着父亲王继夜失望的眼神 王伯宇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许久之后 王继夜缓缓地说道 明天你就把家中的房气 地气 田产 店铺都拿到赌场还给人家 我做生意大半辈子了 还从来没有言而无信过 既然答应了人家 就一定要做到 明天一大早 咱们一家人收拾行李 搬到乡下的老屋居住去吧 就这样 第二天 王继夜把家中所有的财产都交给了王伯 王伯宇失魂落魄地出了门 然后去了赌场还债去了 王继夜看着王伯宇走了以后 也遣散了下人 跟着儿媳妇一起回了乡下老家 自从王家家到中落之后 林月瑶的父亲林元外 立刻过来说要接女儿回家 可是此时的林月瑶已经身怀有孕 任凭林元外如何劝说 林月瑶都铁了心的要跟王家共存王 林元外看着劝不动女儿 于是放下了一些钱 就这样回家去了 就这样 王家在乡下的老屋之中居住了下来 由于王继夜本来就上了年纪 身体不好 再加上前段时间为儿子王伯宇的事情太过伤心 因此自从搬到老屋之后 王继夜就卧病在床了 王伯宇看着父亲卧病在床 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但是他从小美好好读书 又没有一技之长 所以根本就赚不来钱 不过还好 林月瑶在未出嫁之前 有着一手极好的女工手艺 平日里 这父子二人的日常开销 都靠着林月瑶织布绣花维持着 这年冬天王继夜的病越来越重 家中也没有多余的钱请大夫 只能平日里精心照顾 这样维持着 年底的时候 王继夜已经到达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他颤颤巍巍的把儿子王伯宇和儿媳妇 林月瑶叫到跟前 对他们说道 我这身体啊 估计是 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 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没有好好管教郝伯宇 害得他败光了祖上的家业 也耽误了乐瑶的终身 王伯宇和林月瑶听了以后 都泪流满面地对王继夜说道 爹 您只是偶感风寒而已 不要说这些话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他还没有见过爷爷呢 而此时 王继夜却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缓了好久之后 这才平复下来 对二人说道 有一件事啊 我一直没和你们说 几年前 我去京城做生意 偶然之间结识了一个京城大卢 我帮助过他 当时他的儿子 也和你们一般大 刚刚成亲 于是我们二人约定 要是生了 孙子 同性让他们结为兄弟或姐妹 异性就让他们结为娃娃亲 王伯宇和林月瑶听了以后 惊得目瞪口呆 说实话 此事他们从来没有听父亲说起过 王继夜停顿了一下 又对他们说道 现在我们家到中落 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看上此事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们还得去京城走一走 要知道 我这一辈子最痛恨的 就是养儿无信之人 管不住别人 但是咱们自己别做那样的人 就这样交代完后事之后 王继夜在三天之后去世了 王伯宇和林月瑶忍着悲痛为王继夜办理了丧事 而过了两个月 林月瑶腹中的孩子也即将生产 王伯宇早早地从镇上请了吻婆回家 经过一天一夜的生产 林月瑶最终为王家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王伯宇给这孩子取名叫王陈希 王伯宇看着这白白胖胖的儿子 不禁眼眶有些湿润 他口中喃喃地说道 都怪我不懂事 是父亲那么早就去世了 要是父亲在的话 看见这孩子肯定是非常高兴的 就这样 在王伯宇和林月瑶的精心照顾之下 孩子长到了三岁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三年以来 他们发现王陈希非常的聪明伶俐 说话走路都比别的孩子要早很多 不光如此 在王陈希三岁的时候 他居然和父母提出自己要读书 这可把王伯宇和林月瑶给惊呆了 要知道三岁大的孩子 有很多还在尿床呢 王陈希居然有如此的志向 这着实令人激动万分 为了让王陈希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林月瑶特意去城中 拜托自己的父亲林元外 让他请一个好一点的教书先生 来为王陈希教授学业 林元外听了以后 欣然答应 因为自从王家败落之后 林月瑶还从来没有求过娘家什么事呢 林元外一直觉得自己的女儿个性太过要强 尽管她一直想要帮助女儿 可是都没有机会 就这样林元外为王陈希请了中 最有名的教书先生 这教书先生在城中很有威望 因为他们家世代以教书为生 曾经教过的学子还考中过状元 所以能够得到这位教书先生的教导 王陈希日后就算考不中 功名也不会太差 为了让外孙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林元外特意在城中买了一个小宅子 让他们居住 数天之后 林元外一时好奇 想着还是去看看外孙 看他学习的进度到底到哪一步了 当林元外走进院子的时候 林月瑶告诉父亲 先生现在还在将王陈希读书 得等一会儿才能结束 林元外听了以后 摆了摆手说道 不急不急 还是不要打扰他们的好 我们先到房间之中唠唠家常 就这样一个时辰 之后 教书先生带着王陈希从另一家书房之中走了出来 林元外看着他们出来之后 立马站起身来 笑呵呵的和教书先生打招呼 教书先生看到林元外之后 也是非常尊敬的躬身行礼 在和教书先生的交谈之中 林元外得知外孙王陈希非常的聪明 教书先生声称自己教过这么多的学生 就连那位曾经高中状元的学子 都没有王陈希聪明 将来王陈希只要勤奋刻骨 前途不可限量 林元外听了以后非常的高兴 要知道自己一生生了五个儿子 只有林月瑶这么一个女儿 可是五个儿子都极其不喜欢读书 早早的就跟着自己在生意场上 摸爬滚打 现在林元外看到自己的外孙 王陈希如此有读书天赋 心下也是非常的欣慰 随着王陈希慢慢的长大 他果然就像教书先生所说的一样 年仅十四岁就考中了秀才 可谓是城中数一数二的天才神童 第二年王陈希想要上京赶考 可是大家都觉得王陈希的年龄太小了 再等两年把学问学扎实了 再考也不迟 就这样王陈希在家中又苦读了两年 这两年之内 王陈希觉得自己非常有把握考中功名 于是在第三年的时候 他对父母说道 孩儿现在已经十七岁了 自考中秀才之后 已在家苦读三年 几年还想上京赶考 若是考中功名的话 也可以让爹娘过上好日子 王伯宇和林月瑶听了以后 觉得儿子也不小了 是时候让他去京城闯荡一番了 于是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临走之前 林月瑶和王伯宇告诉王陈希爷爷 王陈希在去世之前对他们说的话 王陈希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京城之中居然有也有王继业的固有 而且他或许还有一个素未蒙面的未婚妻 听完父母所言之后 王陈希挠了挠头 对父母说道 虽然祖父荡日和那固有相约此事 可是现在已经事隔多年 况且我们王家已经败落了 不知道人家会不会已经订金 或者是根本不承认此事了 王陈希说的话 其实林月瑶和王伯宇也考虑过 不过此事是王继业临终前对他们嘱托的 不管人家承不承认 他们还是希望王陈希此次上京赶考 去那户人家中走一遭 王陈希听了父母的话之后 点头答应 声称自己一定会去的 就这样 他收拾好了行囊 背着包袱出发了 外祖父 林元外部放心 他第一次出远门 特意派了林家的一个仆人跟着王陈希 一路上 王陈希如同出了笼的小鸟一样 这看看 那逛逛 说到底 王陈希只是一个17岁的孩子而已 这聪明伶俐 但是他也有着每个孩子应该有的贪玩天性 半个月之后 王陈希来到了京城 他和仆人一起找了一家客栈 安顿好了之后 就开始按照父母所给的地址 去找那位祖父的固有之家了 经过一番周折之后 王陈希终于找到了那户人家 那户人家姓刘 在当地还颇为有名气 王陈希秉明了下人之后 就见了刘府 刘家老爷子一听说 王陈希是王继业的孙子 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 在饭桌之上 刘老爷子还热情地询问了他的功课 王陈希都如实作答 快吃完饭的时候 王陈希向刘老爷子提出了当年他们的约定 刘老爷子听了以后 哈哈大笑 说道哈哈哈哈 你这小伙子到底是年轻人 沉不住气 不过也是难为你了 能憋这么长的时间 我刘某人可不是贤拼爱父之辈 当年你的爷爷对我有恩 我答应过你爷爷 将来若是同性让他们结为兄弟姐妹 异性让他们结为夫妻 刘老爷子停顿了一下 接着又说道 如今我的独子膝下只有一缕 名叫刘月霞 年龄只比你小一岁 只有十六岁 我看你们二人郎才女貌 是是般配 听说你还要进京考试 所以等你考完之后 我便和你的父母商量着 选个良辰吉日 让你们成亲 王晨熙听了刘老爷子的话之后 觉得又惊讶又感动 他没有想到刘老爷 完全没有嫌弃 自家家道已经中落 非常干脆的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吃过饭后 刘老爷子把王晨熙 带到了一座小院之中 他告诉王晨熙 自己的孙女刘月霞 就住在这小院之内 今天带他来看看 也算是让两个年轻人 互相了解一下 王晨熙见到刘月霞之后 顿时被刘月霞的美貌惊呆了 说实话 他也不是没有见过美女 柳州城内的美女 也是非常的多 可是像刘月霞这样美的 轻视脱俗的 他还是头一次见 刘月霞看到王晨熙之后 羞涩的低下了头 他早就听爷爷说过此事 所以他一看到爷爷 领了一个年轻的书生过来 就已经明白了个 七千七百八十八 刘老爷子把王晨熙 请进屋中之后 自己便找了一个借口 离开了 刘月霞看着王晨熙 一副书生打扮 率先问道 你是来上京赶考的吗 王晨熙听完之后 点头秤是 刘月霞虽然自小养在龟中 但是刘老爷子 曾经请了众多 教书先生来教授 刘月霞 亲戚书画 所以他十分敬佩 有才能的人 经过交谈 刘月霞觉得 王晨熙 不管是诗词歌赋 还是四书五经 都有着很深的造诣 当下便对王晨熙 多了些许好感 许久之后 眼看着天色 渐渐暗了下来 刘老爷子 此时也已经回来了 他问王晨熙 你初次来京 有没有住的地方呢 王晨熙回答说 他住在月来客栈之中 我老爷子听了以后 陈怒说道 既然来了京城 何必要住在那客栈之中呢 我马上派人 把你的行李取过来 以后你就住在刘府 直至考试结束 王晨熙推脱不过 只好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王晨熙住在了刘府之中 在此期间 刘老爷子 曾经多次考教 王晨熙的学问 他发现这个年龄 不大的书生 才学却是颇为高深的 当下 他对王晨熙 多了几分满意 一转眼 好几天过去了 科举考试的时间 也已经到了 王晨熙一大早 辞别了刘老爷子等人 带上了随身携带的 物品进场 忙 考试去了 在考场之中 王晨熙奋笔疾书 就这样 又过了好几天时间 王晨熙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拖着疲惫的身体 从考场之中走了出来 回到刘府之后 他二话没说进了屋子 倒头就睡 刘老爷子 见状也是不觉得诧异 因为科考本来就是一件 很熬人的事情 他也经历过科考 知道考试结束后的书生有多累 于是刘老爷子让下人准备好丰盛的饭菜 就等着王晨熙醒来之后 可以吃一口热腾腾的饭 直到天黑的时候 王晨熙这才醒了过来 下人立刻给王晨熙端上了丰盛的饭菜 王晨熙看到那些饭菜之后 也顾不得推死 狼吞虎咽的 吃了起来 待到把饭菜吃完之后 精神头这才好了一些 刘老爷子看到王晨熙总算是恢复过来了 也高兴地坐在他的旁边 询问他考得怎么样 王晨熙此时呵呵一笑 对着刘老爷子说道 我觉得我发挥的还不错 至于能不能考中功名 那只有听天由命了 刘老爷子听了以后 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对着王晨熙说道 你在刘府的这段日子里 我觉得你的功课很扎实 相信早晚都会一飞冲天的 王晨熙听了刘老爷子的话 有些感动 当即对刘老爷子说道 多谢您的太爱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又过了一些日子 终于等来了发榜的日期令人 意外的是 王晨熙居然高中状元 这下刘府上下可是一番轰动 刘老爷子怎么也没有想到 王晨熙居然会如此有出息 当下便令人大摆宴席 庆祝他的孙女婿金榜提名 王晨熙考中功名之后 老家的父母也很快接到了消息 不光如此 他们还得知刘老爷子没有嫌弃 他们家到中落 非常乐意把孙女嫁给王晨熙 就这样 两家人选了一个黄道吉日 给王晨熙和刘月霞办了婚礼 后来王晨熙被皇上委任到京城为官 他把老家的父母也接过来跟自己一起居住 不光如此 他每年回去醒亲的时候 都会带着重力去看望 自己的外祖父里 员外和当初将自己学问的教书先生 就这样 好